妈呀 正还害怕吗 有点 等你坐在这里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懵了哈 还蛮长的 可能在滑的时候 就会把嗓子给喊破了 一会就没有声音了 加油 不要开这个门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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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都没有人打招呼 救出来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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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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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一点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其实我现在看她滑 我觉得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害怕 都没有人打招呼 我就被放出来了 一点 一点前兆都没有 OK 凯开 请你打开 记录于分享有趣生活的快手APP 来观看你们要传话的内容 张老三 我问你 你的家乡在哪里 哈哈哈哈 我的家乡在山西 我和孩子乡在哪里 这么长啊 不是你句话吗 张老三 你说话 你说话 你说呀 我问你在家里 中天还是做生意 中天还是做生意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说话 你说 我说 我说 拿出头 更天地 中的高粱和小米 拿出头 更天地 中的高粱和小米 读就可以 好 不行 我要唱 倒计时 三 二 一 八 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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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良贾良贾良 张老三 我问你 你的家乡在那里 我的家 在陕西 我问你 在家里 中天还是做生意 我问你 在家里 种田还是做生意 拉出头 耿田地 拉出头 耿田地 什么葡萄 拉葡萄 嗓子已经要废了 再说一次 拉出头 种田地 种的高粱 和小米 念完了 拉出头 耿田地 终的高粱 和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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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他应该是知道的 因为他在跑 怎么那么长啊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我们戴着耳机 什么都听不见 我直接说 说 张老三 我问你 你的家乡在那里 我的家在陕西 我们还有三百里 张老三 我问你 你的家是赶下的 你的家是赶下的 这么长啊 我不是赶上的 我不是赶上的 多生意 种庄家 你要不再回去问问 哈哈哈哈 我问你 在家里 种田还是做生意 你 你也想还是赶上的 赶上的 你 我 我再回去啊 我再回去 我再回去 做生意 种庄家 垮了 怎么那么长啊 等啊等还不来 来 要像接力赛一样 边往上跑 边告诉 这样不会耽误时间 快说 快告诉我 黄河之水添上来 好 黄河之水添上来 张开 怎么了 第三段和第四段 我从头来 来 我要从头 从头 我的家 在陕西 我还有它在里 第三段和第四段 第四段 第四段 我的家 在山西 过河还有三百里 三百里 第三段 我问你 在家里 种田还是做生意 后面呢 拿锄头 种田地 种的高粱和小米 种的高粱和小米 拿锄头 加林 跑快一点 种的高粱和小米 种的高粱和小米 我的家 在陕西 在陕西 我还有三百里 三百里 这是第一句 然后第二句是 我问你 在家里 中庄家还是做生意 中庄家还是做生意 拿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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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庄家 拿锄头 中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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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高粱和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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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加的哪 后来加的干啥的 河文艺 你是做生意 还是中庄家 我问你 中庄家 我问你在家里 中庄家还是做生意 我问你在家里 拿锄头 中庄家 中庄家 又高粱 也又小米 拿锄头 在地里 拿锄头 在地里 拿锄头 拿锄头 中庄家 中庄 中庄家 又高粱 又小米 你确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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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干过 我不干过 我刚才会想像一个阵风一样 我跟你说 来啦 来啦 张老三 我问你 什么什么三 张老三 我问你 张老三 我问你 你的家乡在哪里 张老三 我问你 你的家乡在哪里 我的一家 我的一家 在山西 我和还有三百里 没有吧 还有 还有 怎么还有 别着急 我和还有三百里 我问你 在家里 做生意还是中庄 做生意还是 张老三 我问你 你的家乡在哪里 我的家乡在山西 我和还有三百里 三百里 对 你在家 我问你在家里 是做生意还是中庄家 还有 还有 拿锄头 中庄家 有高粱也有小米 没了 已经到这 这帮了吗 昔耳空听 张老三 我问你 你的家乡在哪里 在哪里 我的家在山西 我和还有三百里 张老三 这帮我说两遍 我问你在家里 中庄家还是做生意 我来了 来了 来了 小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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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三 小天天 我问你 你的家乡在哪里 这是一首歌 张老三 我问你 你的家乡在哪里 你的家乡在哪里 我的家在山西 我的家 还有三百里 还有吗 还有 我问你在家里 中庄家还是做生意 做 中庄家还是做生意 做生意 有锄头 有锄头 中庄家 中庄家 也有高粱也有小米 时间快到了 快 走快 不行 我记不住 你先往前走跟你说 好 我觉得 今天肯定是顺利地完成的任务 但老锅头到了最后 可能就靠 你先走跟你说 透明了 我的家在山西 我的家在山西 过河还有三百里 立着还有三百米 过河还有三百里 过河还有三百里 没时间了 快点 有锄头 中庄家 有锄头 中庄家 有高粱也有小米 高粱还有小米 加餐 添 加一 快 在哪儿说 快 问题是 完了 我只要再来一次了 完了 我只要再来一次了 完了 真的 不会只唱了第一段吗 快 请问 请问 张老三种的农作物是什么 张老三种的是高粱和小米 太简单了 恭喜你 答对了 赞成功 太紧张了 开始一直在背那么长的 最后提问的时候 张老汉 中的是什么 我以为我的世界颠覆了 我以为真的是耳背 因为你们挑战成功 所以现在你们五人当中 可以增加一个完整演唱 保卫黄河的名额 桌子上有五个题板 现在每个人写下一首 你们想写的歌名 歌名最长的人 就成为这名主唱 天呐 我是歌名飞动 你们飞的不就是故意来整我吗 倒计时三十秒 妈呀 我写完了 哎 你看我呢 你不是歌名吗 我也不知道 也许是歌词 我没有感觉我这个歌词 有那么长的歌吗 他在写什么 三 二 一 好 现在 请亮答案 我 我 我不太能确定 好像他是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 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但是 我对于他们来说 我就把这个交换掉 我应该也能赢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还可以有好几个男的 我再写 没有 他就只差一个 我自己选 我自己选 现在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 恭喜景田成为另外一名主唱 这个没有是吧 有 对的 有 他不是写的对的吗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 唱就这样唱 刚才没选这个 他选的开 跟我演唱会 真的有这个 歌名真的是这个 是 好 那现在 恭喜景田成为另外一名主唱 之前超哥已经获得了 老颂者的角色 你自动成为角色当中 演唱部分的选担 只唱这首歌的后半段 所以现在可以去排练了 加油 拜拜 拜拜 现在你们三个人当中 还有两个角色 其中有一个人 可以成为暴墓园 另外两个人 也可以演唱部分的选担 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通过一个 臭手游戏 决出谁是暴墓园 现在请上西瓜 西瓜也太大了吧 哇 这西瓜应该很好吃 这是西瓜还是冬瓜啊 好大的西瓜 谁抽到了那个没有瓜壤 的那个瓜瓣 就是 暴墓园 好我选这个 三 二 一 嗯好吃啊 还怎么练啊 在这里吃西瓜挺好的 对我也觉得来 对不对 好 好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次 抽西瓜 来吧 三 二 一 哈哈哈哈 都已经进去了 你还给人打 恭喜郑凯和贾琳 可以演唱保卫黄河的部分选段 诚哥 很遗憾 你只能成为此次表演的暴墓园 请来领取你的台词 下面请欣赏 保卫黄河 有这几个字啊 哈哈 好歹你们明明念一念啊 下面请欣赏保卫黄河 暴墓人李晨 嗯